田勇说科一让你更懂交通法 你好我是微信公众号一六顺丰的田勇老师 微信公众号一六顺丰 数字一数字六 科米一的课程科米四的课程 以及危验点识别安全价值课程 还有车桌手册 这些视频课程我都放在了公众号一六顺丰上 欢迎关注 这几个咱们要讲货车 OK这个货车呢包括牵引车 也包括大型货车 也就是说A2和B2的课程 这部分题库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货车的专用题库 第二部分呢就是公用题库 公用题库呢就是跟其他的ABC类公用的题库 而专用题库呢现在有70多道 这70多道呢有的简单有的复杂 如果复杂一点 而且方便口诀的 我会帮你用口诀来记忆 其他题呢尽量 希望用我的讲解让你更容易记忆 OK看题 申请增加什么专家执行不得有 在造成人员死亡 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记录 咱们看ABCD这四个选项 哪一个跟咱们现在要考的票有关系 这就是牵引车 其他的没有关系 而且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 就是学什么车 对这种安全的历史记录要求更严格呢 其实就是 当你开车啊带着人更多 或者说你的车型更复杂 从这点来说 也就是只有A负荷 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 OK 现在因为你已经报名考科目一了 所以说这个题对于你来说就是一需要 掌握程序答案就可以了 对咱们以后开车来说 帮助并没有那么大 二 第二题呢 咱们要用一个口诀 俩字大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持有大型货车驾驶证五年以上 大五 第二个就是五个计分周期 所以这题就很好做了 持有大型货车驾驶证五年以上 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 他说三个计分周期 哎 这是错的 应该是五个计分周期 没有满文记录 可以申请增加大型客车的准驾车型 三 以持有大型货车驾驶证三年以上 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一个计分周期 没有满文记录 可以申请增加 牵引车的准驾驶证 这个是错的 那咱们怎么做呢 即 三二一 怎么个三二一法 大货三年两周期 才能牵引科目一 就是说 你已经有大型货车驾驶证三年以上 并且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两个计分周期 没有满文记录 可以申请牵引车 哎 考科目一 三二一 三年俩周期 科目一 第四题 这个呢 咱们记下叫40天后科目三 对于报考大课车 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 中型课车 以及大型货车 这也科目三考试要在取得准考证 之后满40天 这个是40天 所以他说30是错的 那下一题 40天后科目三 所以是证据 六 年龄在60岁以上 持有准驾车行为大型货车的驾驶人 应当 到驾驶证的核发地车管所换领 小型汽车的驾驶证 这是证据的 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年龄 毕竟也大了 就不能再开大货了 七 持有大型客车 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驾驶 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内 有计满12分的 车管所注销 其最高准驾车行驾驶资格 并通知驾驶人 在30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 OK 这是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非常严格 所以 一定 一定 遵守交通法 不要扣分 扣满12分 这个票就是 白考了 八 持有大型客车 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驾驶证的驾驶人 在计分周期内 有计分的 应当在计分 周期的结束后 30日内 到公安机关 交管部门 接受审验 而且还要学习 这是一个规定 九 机动车驾驶人 在11期内 不得驾驶 才有危险 花一品的机动车 OK 这也是一个规定 11期内 不得驾驶 公共计车 营运车辆 以及执行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还有 物业花一品的车辆 还不能 牵引挂车 10 驾驶人 11期内 可以单独 驾驶 大型客车 电车 其中车 牵引车 这是错的 不可以 11 准加车型 为大型货车的 可以驾驶 以下哪种车型 OK 这个可能容易混淆 答案是 小型汽车 怎么记呢 大货 对小车 看 大货 对小车 载货汽车 半挂 牵引车 拖拉机 可不可以牵引挂车呢 可以 是 只允许牵引一辆 下列关于载货汽车 半挂牵引车 拖拉机 牵引挂车 说法正确的是 当然是 只准牵引一辆 14 载货汽车 牵引挂车时 这个也是规定 咱们记住了 挂车的载质量 不能超过牵引车的载质量 就是后面的 不能超过咱们前面的车主体 牵引车 拖胎挂车时 挂车必须有有效的制动装置 也就是说 必须得刹车好使 而且得有灯 咱们要挂上挂车的时候 刹车的电路 你要连上 灯 你要连上 16 禁止货运机动车 载客 这个当然是正确的 那 还有另外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咱们看 货运汽车车厢不得载客 在城市道路上 货运机动车 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 车厢内可以负载临时作业人员 一人到五人 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 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 货物上不得载人 实际判施 判断题 说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这个当然是正确 问 说货运机动车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 车厢内可以负载临时作业人员 一人到几人呢 是五人 前面咱们说了 十九题 挂车 车厢内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 可以负载临时作业人员 一人到五人 这是错误的 注意 是货车车厢内 可以 但是挂车是不行的 二十 在高速公共上行驶的载货汽车车厢内不得载人 注意这是在高速上 不能载人的 二十一 载货汽车载物高度超过几米时 或者说超过 什么是货物上不得载人 这里是超过车厢的蓝板 货物上就不能载人 重型重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级不超过四米 那对于 拉集装箱的呢 是从地面级不超过四零二米 载物机动车载物 那关于超载是严厌超载 然后高度刚才咱们规定了 那不能超长也不能超宽 二十五 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正常核定的载质量 在装载长度宽度超过车厢不得超过一米 他说长度宽度不能超过一米 刚才咱们就说了 长度宽度不能超 二十六 货运机动车装载超过核定质量的公安机关交换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直到消除违法状态 哎这是证据 二十七 机动车装摆超线不可解体物品 营养交通安全的应当按照哪个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并悬挂明显标志 这个题答案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口诀就是交通对交通 后面几个题呢 也是问说这种情况要哪个部门啊 规定哪个部门指定 看 说机动车装载危险化学品应当经过哪个部门的批准 而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当然是经过公安机关批准 所谓口诀是安全对公安 你看公安实际上也就是公共安全 二十九 机动车载运超线物品行驶铁路道口时 应当按照哪个部门规定的铁路道口时间通过 铁路部门 是铁路对铁路 三十机动车载运危险化一品 经公安部门批准后行驶时间路线可不受限制 那是不可能的 公安机关批准了之后并不代表这条路就你自己一个人走了 全挂拖走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 研究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多长时间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这是五年口诀就是九银五年最银十年 也就是最久驾驶营运车辆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证 当然这时候驾驶证是肯定被吊销的了 33 英九和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多长时间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证 还跟上一题类似九银五年 34 最久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不就是最银十年吗 但这里没有十年 只有一个符合的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 35 这说的是超载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 但没有超过核定载质量的30% 怎么个罚款呢 罚款是200到500 可以口诀是小三二五大三五二 这个小三二五 咱们还可以用谐音小三小三 小三是吧 小三二五 用这种口诀记 另外还可以用数语的方法来记 三是30% 二五那就是200到500 这个三也是在35% 就是500到2000 小怎么提前小呢 三加二小于等于五 这没错吧 是等于五 而大呢 就是三加五大于二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 但没有超过核定载质的多少 出200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 哎 百分之三十 小三 的三 三十七 说超过百分之三十 或违反规定载质的 那是大三 五万 所以是五百元到2000元 三十八 说超过核定载质量多少 或者违反规定载质啊 五百到两千 是百分之三十 三十九 营运机动车在规定检验期间内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不再重复进行安全技术检验OK 这是常识记住 四十 这是说车的检验啊 载货是汽车 咱们是十年以内每年检验一次 那十年以后呢 是每年检两次 也就是六个月一次 所以从注册知识起 十年以后 十年以内每年一次 超过十年每六个月检一次 这底还是说每年检几次 每年检两次 高速公路上载货汽车最高车速不超过多少呢 是不超过一百 大车不超过一百 小车不超过一百二 图中标志什么含义呢 很明显啊 是禁止 拉货的车 当然是 禁止载货汽车实入 四十六 这标志什么 很明显是个挂车吗 拖挂车 禁止汽车的拖挂车实入 而A没有带禁止的意思 所以是不可以 四十七图中标志的含义是什么 十这个T代表吨 那就是限制的质量是十吨 图中标志什么含义呢 这还是十吨 他说限制轴重 不是限制轴重 限制载质量 原来的题目里有限制轴重 现在没有限制轴重 这个考题了啊 四十九 图中标志设载禁止运输 危险品车辆 实入路段的入口 这属于毅然一报危险品 对 是正确 五十图中标志的含义是什么 前面说过了 禁止运输危险品车辆实入 五十一 连接半挂车时 是牵引车的牵引座 与挂车的牵引销连接后 将锁纸杆置于什么位置 这就是锁纸对锁纸 因为是要连接嘛 当然你要把这个东西锁纸上 连接全挂车时 将牵引车的牵引钩 与挂车挂钩连接好 并将牵引钩锁纸好 还要连接什么 后面那个挂车 它还需要有刹车 还需要有灯光 所以是制动管路接头和灯用的电缆 插头等等 那如果分离搬挂车呢 先降下挂车的支撑架 然后断开 断开制动管路的接头 还有灯用的电缆线头 开启牵引座的锁纸机构 将牵引车实力挂车 五十四 寒冷状态下启动柴油车 怎么个启动法 这点咱们要记住 先将点火开关 至于ON的位置 预热预热灯熄灭后 再启动 说实话 在这个大车启动这块 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 我只是看到有人带 红机油箱 所以这块 我讲不了什么 如果说在这方面 你能给我一些经验方面的建议 或者参考的话 那是非常感谢 五十五 大型车辆起步前 除了观察后视镜以外 还应观察哪个镜 以看清风窗玻璃前下方 一米五到 长一米五 宽三米范围内的情况 这个是前下实镜 汽车列车换挡 减挡时期要比单车 就是你车的运营状态 比单车要复杂 那减挡就要提前 车辆下长波过程中 当制动骨温度过高时 温度过高 一定不要立即进入水中冷却 有一个热胀冷缩 可能会导致 制动骨破裂 咱们物理的热胀冷缩 五十八 车辆下长波过程中 与制动骨温度过高时 不要立即进入冷水中冷却 以免造成制动骨的损坏 汽车列车的车身越长 转弯半径 它是越大还是越小呢 当然是越大 转弯半径小 什么意思 比方说 这么小一个圆 是转弯半径小 如果这样 那就是转弯半径大 很明显 咱们车身越长 需要弯就越大 所以是转弯半径越大 汽车的车身越高 转弯次的稳定性 那肯定是稳定性越差了 就像人各高了 它稳定性也会差一些 汽车列车的车身越长 转弯半径越小 说反了 是转弯半径越大 汽车装载的货物越高 转弯次的稳定性越差 是 汽车列车转弯时 牵引车的尾部 或挂车部分 往往要借用对向车道 毕竟是车身太长 可能得接到 因此驾驶汽车列车 在转弯过程中 要注意什么 注意让车呀 因为你要占用别人的道 就不要妨碍别人的行驶 64 汽车列车在转弯过程中 要注意提前做好让车准备 原意 咱们前面说过了 65 汽车列车急转弯时 无论向左或向右 灯鹰降低速度 低速沿车道的 车道的哪一侧呢 车道的外侧 为啥呢 主要还是因为车身太长了 这跟开小车还不一样 开小车是沿车道的内侧 但是大车呢 那就是车道的外侧 同时还要注意让车 66 66 汽车列车转直较弯时 需要先判断弯道情况 减速或停车后重新起步 缓慢通过 OK 这主要是安全 67 道路较窄时 车辆转弯前 应注意摆位借辆 当然也就是 相当是借一分道 右转需要向左摆位 正确 OK 这点的话 咱们就考虑一下 车身比较长 如果说 你弯拐的越小 越容易过不去 所以要拐大一些 全挂车倒车 要避免牵引车与挂车形成 牵引车和挂车 避免形成较小的角 就说 角 比方说 前面是牵引车 后面是挂车 这种角度 那倒车 比较好 如果说都挤成这样了 你倒车 那就费了个劲了 全挂列车倒车 要避免牵引车 与挂车形成较大的角度 这是错的 较大角度 形成180度 那才好呢 如果形成小的 那如果90度 那这就麻烦了 比如说90度 120度 可能这个倒车 就飞进了 全挂车倒车时 转向盘转动方向 与单车倒车方向 相反 OK 很多学员问我这个问题 全挂车和半挂车倒车时 跟单车方向 到底是相反 相同 以后咱们练车时 会有这个经验 到那时就知道了 但是现在做题时 咱们怎么做呢 叫全同半反 就是全挂车倒车时 转向盘转动方向 与单车倒车方向 相同 而半挂车的呢 是相反 叫全同半反 全同半反 又可以怎么记呢 比方说 想想我买了一个东西 一批货 要求是全同的 但是有一半的货物 不合格 我给反回去了 反场了 全同半反 这个全同 你可以想想什么是全同 一个买了一个手机 全同的 OK 一个奇葩的想象就好 买了一批手机 要求是全同的 结果有一半的 货给反场了 接着一 半挂车 还做方向 咱们口诀 全同半反 所以这是正确的 我看了一批手机 我看了一批手机 我看了一批手机